朋友们好,这期继续分享兄弟俩121篇,那现在是谁在帮他操作案子的事,你知道吗? 李铁刚问道,丁长生犹豫了一下,说道,据说是文省长的儿子文刚在帮忙,其他的吗?他没说,我也不好多问。 我猜到了,看来文家果然还是插手案子了,具体的情况我会查,但是从现在的事情看来,我们也没发现是谁在操作案子,而且案子刚刚到了湖州市中院,能有这么快吗? 李铁刚问道,具体操作案子的人,好像是一个叫万有才的,白山市人,一个房地产商人,至于怎么和成功挂上关系的,这里面很复杂,我也知道一点,但是知道的不多,还要纪委的同志亲自去查查,我就不多说了,免得扰乱了你们的视线,还是按照纪委的思路走比较好。 丁长生说道,李铁刚点点头,没支声。此时的万有才又和林张仪跳起了舞,不过这一次他表现得好多了,而且,这一支舞节奏很慢,很适合男男女女搂在一起慢慢聊,所以,林张仪把这个机会留给了万有才。 万有才此时很惬意,他万万没有想到,丁长生把他的底都给了省纪委的李铁刚,从此之后,万有才正式地进入了省纪委的视线之内。 因为这件事是丁长生和李铁刚两人单独谈话的,所以,丁长生没有一点思想压力,哪怕是陈尔淡在身边,他也会有些不忍,因为一旦被人知道是自己在万有才的背后打了黑枪,这是早晚也会泄露出去。 可是李铁刚不会,丁长生笃定他不会出卖自己,再说了,自己也没说什么,只是说了几句引导性的话,其他的忙,那就靠李铁刚的人去查了。 万有才也不会想到是自己告诉省纪委的吧。 丁长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从香港成功那里,觉察到万有才和成功走得太近了。 再加上一个副省长的公子哥,他丁长生在白山乃至中南省的利益很可能会受损,所以,他先下手为强。 别的不说,就说成功手里的那些地皮,如果通过运作之后,成功和他手里的地皮没有问题。 丁长生完全有才力从成功的手里拿下来,但是有了万有才和文刚,这事的难度会急剧增加,搞不好他们都要奋一杯羹。 见者有份,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买肉的钱是自己拿的,但是等自己买了肉之后,这些人要来分肉,这就不好了吧。 细数一下自己在中南省的政府关系,能够操作这些生意的人,屈指可数了。 那是因为,自己原来就是这个体制内的人,但是自己离开之后,自己本能地想要离那些人远一些,他们也是一样,除去以前那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事实上,也是怕互相连累。 可是没想到的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万有才却对这样的关系趋之若鹜,现在想想自己第一次见到万有才时,实在是没把这人真的当回事,可是短短的时间内,这家伙是翻着跟头往上窜,到了现在,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了。 万有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林小姐身上的味道,很清香,不是那种让人感到发腻的味道,什么香水,还是林小姐本来的味道。 这话轻挑至极,但是俩个人几乎是在面对面地站着,还在慢慢地摇晃着,所以,这话虽然轻挑,可是林章仪并没有恼怒,而是微微一笑,问道, 看来万总对女人身上的味道,很有研究啊,也不是,有些女人吧,走过去一阵风,熏得人都要平煮,呼吸好几秒,那味道,实在是让人难以喘过气来,不像林小姐这样,站在你的身边,越闻越想闻,像是吸了鸦片一样,时间长了,就有一种如在云端的感觉。 万有才陶醉地说道,林章仪笑笑,说道,哎呦,接触了这一天,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万总的嘴这么厉害,实际上比这厉害得多,只是林小姐不知道而已。 万有才说道,万有才的一只手是和林章仪握在一起,另外一只手则是搂在她的腰间,而林章仪的另外一只手则是搭在了万有才的肩膀上。 所以,在今晚进来之前,万有才就把那条佛陀项链戴上了,而现在她感觉时间和机会都差不多了,所以,鬼手也在悄悄地行动了。 只是因为在和万有才谈事,林章仪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只是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仿佛是要跳出胸膛了。 这种心动的感觉,她很久没有了,算起来大概差不多十年了。 十年之前,自己施伸给那个男人之后,被那个男人抛弃,从那之后,自己的每个男人都是利益交换对象,难道自己真的会对万有才动心吗? 对不起,我有些不舒服,不想跳了。 忽然间,林章仪对万有才说道,好,那就去歇歇,跳了一晚上了,我也累了。 于是,两人向场边走去,其他人还在跳,万有才又坐回了许一剑的身边,但是林章仪却拿着手机出去了。 不好搞到手吧。 许一剑问道,万有才笑笑,说道,要说女人呢,比她好得多的是,只是味道不同而已。 或许以前的那些都是家常菜,这一盘是五星级酒店里做出来的大餐,虽然不一定好吃,但是看上去,卖相还是不错的。 许一剑文言愣了一下,继而哈哈笑起来,这个时候,其他几个人也都围了过来,问他们俩在笑什么呢? 许一剑是国企老总,手上掌握着很多的资源,也是这些同学们推荐他当班长的原因,谁不想在他这里割块肉吃呢? 但是万有才知道,许一剑除了是国企老总之外,还是当代绝门的门主,他要的绝不是这些人可以给他的那点迎头小利。 他要的是,绝门的人能发扬光大。 如果是在以前,这些是很好办,大清王朝时花钱就可以捐官。 所以,绝门那个时候活得很滋润,只要是将这一代的银钱跟得上,绝门遍布大清官朝,互相照应,可以说大清王朝是绝门发展最快的时候。 但是到了现在,虽然金钱和权利的交易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可是他们也没少出事。 现在的许一剑是接了个烂摊子,就在不久前,他们在北方的一个省几乎被全端了。 好在这些人都是单线联系,没有人知道纵向的横向的脉络,所以他现在是甚之又甚。 尽管这些围着他的人都是商界精英,可是他的目标在官场。 现在的事实是商界和政界联系的越是紧密,出事的可能性就越大。 没聊什么,万老弟这个人,很有意思,你们要多和他聊聊,他老丈人可是郎庆海,最多的是啥,是钱,对吧,万老弟。 许一剑说道,万有才拜拜手,说道,哎哎,老丈人的钱是老丈人的,和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算了,说了你们也不信,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 众人听了,哈哈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许一剑的这番话倒是起了作用,从此,万有才在这个班里很吃得开,不知道是因为许一剑的话,还是因为他的身份。 开玩笑是有始有终的,众人散去之后,万有才对许一剑说道,许哥,你晚上住呢,不会是真的住学校宿舍里吧? 有事?许一剑问道,万有才点点头,说道,有点事想和许哥单独聊聊。 好,待会算了一起走吧,我不住酒店,我们公司在深圳有分公司,我住在分公司里。 许一剑说道,万有才点点头,说道,好,待会一起走。 万有才的作派这些人真的是看不懂了,就在大家都以为万有才和林张仪会一起走的时候,万有才居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和许一剑走了,剩下一个孤独的林张仪独自离去。 许一剑自己不开车,他来这里学习,他的司机也跟着过来了,就在礼堂外的停车场。 许一剑出来的时候,那俩车就慢慢开了过来,是一辆奥迪A8,这车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是即便是它是国企老总,坐这车也是超标了。 再说了,你自己都是造车的,你自己都不开自己造的车,老百姓凭啥买你的车。 司机看都没看万有才,好像他不存在似的,一路上俩个人的话题还是在商学院上。 你感觉这一期的同学们怎么样? 许一剑问道,还行吧,对我来说无所谓,只要是许哥来,我就来,要是许哥不来,我可能就不来了。 万有才说道,瞧你说的,许一剑开始时觉得万有才这马屁拍得还挺舒服,但是仔细一想,有些不对啊,可是还没等自己问呢,万有才就开始了其他的话题。 说真的,我对其他老师不是很了解,但是对游文坤还是有些了解的,所以,他能来授课,我就来了,我和他算是朋友吧,我感觉这个人懂得很多。 对当下的经济预测还是有些道理的,不知道他明天会讲什么理论。 万有才说道,游文坤这个人我知道,有些本事,在资本界很有号召力,不过呢,我可能这么你会不同意。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这个人的背后很复杂,在资本界虽然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可是这样的人也容易成为靶子。 许一剑说道,靶子,许哥,这是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不会乱说的,还有之前的爱华高科的遭遇,你也该猜到了,这个所谓的朋友关系,也就是维持在相互装傻的这条线上而已。 万有才说道,许一剑看看万有才,说道,所谓的靶子,就是很容易成为监管部门的重要对象。 也许现在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它了,近期有几个很好的上市公司被人举牌,而且都是国家身为以重的实体企业,所以,国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资本操作这没问题。 但是不能为非作歹,巧取豪夺,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资本的贪婪,加上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以及他们对中国金融制度漏洞的了解,起到了资本汉奸的作用,这是明目张胆的带路道,不办这些人办谁。 信息就是金钱和财富,这一点万有才早就知道,但是听了许一剑这番话,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信息也是生命,不在高层,不知道这些事情。 谁能知道有人现在已经盯上了游文昆呢,到底游文昆的命运会如何,万有才不知道,也不想去告诉游文昆,因为游文昆在爱华高科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 的确是很可恶,这些带路党也不是只存在金融领域吧。 万有才问道,嗯,你说得没错,很多领域都有,都是为了一个字,钱。 徐一剑长叹一声,说道,这倒是万有才很不解,徐一剑是一个真的爱国人士吗? 徐一剑在公司里的住处一点都不比外面差,这可能是专门为了他这样的领导来视察而准备的,这是一座单独的小楼,可以说是别墅,门口还有警卫,万有才看了看周围的绿画,因为是晚上,这里黑乎乎的。 那里面还有多少人在隐藏着,恐怕徐一剑也不知道吧? 但是很明显,徐一剑的安全保卫规模远远超标,他只是个国企老总,不是军政要员。 实在是没必要搞这样,外人不知道,但是万有才知道,这是因为他门主的身份。 请进吧。 徐一剑和万有才一起下了车,两人几乎是并排走在一起,进了别墅里,从汽车到屋内这段距离有十几米,但是从一个清凉的世界又到了另外一个清凉的世界里。 厚重的地毯,烤旧的家具,以及很有文化气息的陈设,这都让万有才感到,这个徐一剑的确是不简单。 请坐,喝点什么?茶,还是饮料? 徐一剑问道。 徐哥,你太客气了,我自己来就行。 万有才说道。 好,那你自己随意吧,我去楼上换件衣服,这南方的天气实在是太潮湿了。 徐一剑说道。 好,我在下面等你。 万有才打开一角的冰箱,拿了一瓶水,拧开了盖子,放在了桌子上,但是没有喝。 徐一剑告辞上了楼,刚刚进了楼上的卧室,就看到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徐一剑该拖还是拖,丝毫没有避讳她,那女人也没有因为徐一剑再拖衣服而退出去。 反而是过来,替徐一剑接过了换下来的衣服。 查得怎么样了? 徐一剑问道。 查清楚了,这家伙的确不是一般人,她是葛锦山的人,火门。 女人不紧不慢地说道。 葛锦山? 火门? 徐一剑一愣,问道。 没错,这个人在白山很有名,但是发迹也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的时间,忽然间就冒出来了。 我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搞清楚这个人的背景。 女人说道。 是敌是友。 徐一剑问道。 分不清,应该是友,她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在不久前,刚刚死里逃生两次。 这在白山很少有人知道。 女人说道。 你和白山的人联系了。 徐一剑眉头一皱,问道。 没法不联系,万有才是白山人,我们在白山就这么一个人,不问他问谁,再说了。 您给我的时间太短了,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女人说道。 徐一剑点点头,说道。 继续查万有才,另外,再给我查一个人,叫尤文坤。 这人应该在数据库里吧。 重点查一查万有才和尤文坤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 好,我这就去查。 尤文坤这个人,我们注意他很久了,信息一直都是在更新的,应该不难。 我问一下,就可以。 晚上我会把信息汇报给您。 徐一剑点点头,说道。 好,告诉下面的服务员,看看能不能采集一下万有才的生物信息。 这次机会难得,下一次可能就没这么好接触了。 另外,这家伙明白说找我说点事,还要单独说,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好了,别让人久等,我先下去了,你们进行你们的事。 徐一剑穿着宽松的睡衣下了楼,万有才坐在沙发上正在看晚间新闻。 你也喜欢看这节目。 徐一剑问道。 没办法,我以前是不看的,但是自从做生意开始,我的一个前辈告诉我说, 在中国,无论你是做生意的,还是做官的,都必须看一个节目,就是新闻联播。 今晚的新闻联播是看不上了,看看晚间新闻吧。 万有才笑笑说道。 哦,那你这位前辈很有见底,不知道他是做生意的,还是做官的。 许一剑问道。 他以前是做生意的,现在早就不做了,在家养老呢? 许哥,这里说话安全吗? 万有才看看周围,问道。 你放心,在我这里,绝对安全,你跟我回来,想谈什么? 许一剑已经知道了万有才的底细,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看万有才怎么表演了。 他今晚没什么事,自己也和葛锦山接触过,他倒是想看看万有才今晚的演技如何。 虽然许一剑这么说,但是万有才还是悄悄地把自己裤兜里的电子干扰器打开了。 在楼上监听的那个女人耳朵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之后,楼下的声音和图像都消失了。 这让他非常的惊讶,想都没想,立刻拉开了门,朝楼下走来。 但是拐过了楼梯口,才发现万有才和许一剑俩个人好端端地都坐在那里谈话呢。 许一剑看到了他,投过去的是严厉的目光,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万有才也看向了那个女人,笑笑,对许一剑说道, 许哥,我没打扰你休息吧。 开什么玩笑,开始吧,说你的事。 许一剑有些恼火,但还是保持着风度。 许哥,我呢,是中南省白山市人,我在半年多前还在工地砌砖呢。 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个贵人,他就是我的师父。 我这次来这里,也是因为我师父给我的命令,所以,我来了这里就找上了许哥。 许哥,你对我的身份没什么好奇吗? 万有才问道。 好奇?好奇什么? 许一剑问道。 我猜,你们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吧? 我呢?刚刚打开了这个玩意,电子干扰器,你的人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也看不到你的图像,所以,这才急着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万有才说道。 这一次,许一剑没说话,这算是默认了。 于是,万有才继续说道。 我叫万有才,这是真名。 我的师父叫格锦山,他还有个身份,就是火门的门主。 许哥,你是什么门? 我也知道。 也不怕你在这里把我杀人灭口,虽然这很唐突,但是,我觉得机会难得。 我得把事说明白了。 许一剑没想到,万有才实话实说了,他还想看万有才演戏呢,没想到这家伙根本不演戏,上来就来真的了。 万有才的直言不讳,让许一剑感到很意外,也打乱了他的节奏,该怎么接招,这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老狐狸到底是老狐狸,身为绝门的门主,在和人交往上,那是十足的老游子了。 所以,对付万有才,这样的小自卑,那是绰绰有余了。 那,万老弟,我不管你是谁,我都不感兴趣,你找我,是为了。 许哥,你不用紧张,我来找你,没有其他的意思,纯粹是为了想和许哥交个朋友。 我师父这么说的,他说,万有才,你见了许老板,一定要把尾巴夹起来。 许老板要是愿意和你交往,你就接着,要是人家不愿意搭理你,你就趁早滚蛋。 万有才说道,许一剑看着万有才会声会色地学着格锦山说话的样子,忽然间觉得自己可能惹了一个麻烦, 那就是眼前的万有才,自己本以为把他的背景透露给了林张仪,自己就可以脱身了。 至少不会因为林张仪让外界注意到自己,没想到自己却招来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我和老葛见过一次面,但是我们一向都是井水不放河水。 万老弟,你这么找上门来,所谓和事,不单单是你说的交个朋友吧,你既然是格锦山派来的,也应该知道。 我是不和商人做朋友的,我走得到和你们不同,我希望我们相安无事,这是最好。 许一剑说道,万有才闻言,点点头,说道,明白了,我滚蛋,就当我没来过这里。 说完,万有才起身就要走,而许一剑也没有拦他,还以为他是做做样子呢。 没想到这家伙说一出是一出,走到门口拉开了门,走了出去。 许一剑才明白,这家伙不是做做样子,那是真要走了。 万老弟,等一下。 许一剑在屋里喊道,万有才都已经走出了许一剑的视线了,然后又走了回来,没进门,在门口掏了掏耳朵。 问道,许一剑,我刚刚是换厅了吗?你叫我回来? 许一剑简直是哭笑不得,招招手,说道,进来,还没说完事呢,你跑什么? 万有才走过去,重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说道,我师父说了,许老板要是愿意谈,就和人家好好谈。 人家要是不愿意谈,不要赖着不走,那样不好。 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不熟悉,所以,很多事不想多说也是正常。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时间宝贵,该说的就得说,因为这,我没少得罪人,我师父也说,我不成熟,难堪大任。 许一剑一愣,瞬间明白过未来了,但是很快就装作没听懂的样子,说道,因为我们是走仕途的,和你们商人不一样,现在这个形势下,我们是甚之又甚,所以,我刚刚说的可能有些直白,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策略,万老弟,你能理解吧? 万有才点点头,说道,我明白,但是我以为吧,商人有商人的好处,商人有钱,就说你们吧。 权再大,从你掌握权力的那一刻起,你离失去权力,就开始倒计时了。 你不可能一辈子掌握这个权力吧,现在权和商不结合,难免会让权力显得单薄。 权力单薄的结果是什么? 许哥,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人就没有因为贪污受贿被抓的。 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自己手里有权却没钱? 万有才的话直指人心,四个字就把人性最难熬的事情说明白了。 有权没钱是真的需要极大的毅力来抵御外界的诱惑的。 你说的没错,我们虽然可以享受权力带来的支配欲望,但是却不能利用权力获得物质欲。 旺的满足,一旦伸手,就快被斩断这只伸出去的手了。 许一剑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夺步,说道。 所以,现在讲究的是双赢,我们两家合作,我相信会大大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 权力为你谋取利益,你为权力提供物质,是这意思吧? 那不还是一样会出现腐败? 许一剑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说道,之所以你的人屡屡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和商人合作, 而是他们没懂得怎么合作,合作的方式错了,不抓他抓谁。 你的意思和你合作,就不会被抓吗? 许一剑问道。 万有才说道,至少几率会很小,因为每一次合作,我们都会整合两家的资源,设计的恰到好处, 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中看出破绽。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合作,不会给政治资源带来损害。 一句话,我们要赚钱,但是不会以损害公共财产为代价。 这样一来,谁还会追究你的人的责任呢? 因为你们本来就没有责任嘛,你们有的只是政绩。 万有才的话让许一剑有些心动了,但是他不可能这就给万有才答复。 再说了,万有才是谁?他只是格锦山的小喽啰,自己要和火门合作,也不会和万有才谈,而是要和格锦山谈。 你说的我明白了,我会好好考虑的,这是不是小事,不考虑清楚了怎么能下结论。 许一剑说道,万有才点点头,说道,这回我可以走了吧。 许一剑笑笑,站起身,主动伸手和万有才握了握,然后把万有才送到了门口,并且安排车把万有才送回了酒店。 万有才开了门,发现杨风林居然在屋里坐着呢,还有谭铃鱼也在。 万有才一愣问道,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要我查优文坤吗?他来了,我就跟来了呗,还有,江都出事了。 杨风林说道,江都出事?出什么事? 万有才一愣,问道,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一达集团的项目,政府强拆,死了人,现在闹得沸沸扬扬。 什么时候的事?万有才问道,今晚,政府本想着, 趁晚上下雨偷偷拆了就完事了,没想到其中一间房子里有人,挖掘机直接把屋顶砸下去了,一家三口,无意幸免。 现在江都市委书记仲华就在现场指挥呢,估计这是要闹大了。 杨风林说道, 妈的,怎么会出这种事? 万有才一下子猛了。 所以,我估计吧,这是会牵扯到一达集团在江都的项目,你想啊,这是政府,会怎么办? 开发商背黑锅的可能性很大,你做好准备吧,郎文杰家的饭不好吃。 杨风林说道,万有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问道,你来这里干嘛,游文坤怎么了? 游文坤倒是没怎么样,但是我们在跟踪游文坤以及他的社会关系时,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人和我们一样,也在跟踪调查游文坤,你猜这些人是什么人? 杨风林问道,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有才问道,是证监会的人,是不是很诧异? 杨风林问道,证监会,证监会和游文坤有个屁的关系,跟踪调查他干啥? 万有才问道,我也在想这件事,但是想来想去,很可能是和游文坤的身份有关系, 他是顶关投资的中国区负责人,还运作过几家公司上市,有的是在H股,有的是A股,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公司,业绩都不怎么样,有的就是一个空壳,但是大量的股民却把钱都投到了这些公司里,所以,现在是被深深地套牢了,上市的时候没有严加审查和防范,现在民怨沸腾了,怎么这也得找出来几个替罪羊,平息重怒吧? 更何况游文坤运作的这几家公司,一点都不无辜,所以,证监会盯上他,也很正常,杨风林说道,他妈的,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看来这次游文坤是难逃了,万有才问道, 也不是,证监会正在调查,只是听说他来了深圳,这里出境太方便了,不得不防啊,万一游文坤从这里出去了,那他们再想抓他,可就难了 杨风林说道,万有才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来了,但是被万有才赶到了隔壁和谭玲羽作伴去了,对于这一点,谭玲羽是很高兴的,毕竟一个小孩子所在酒店里,他实在是太寂寞了 喂,我是万有才,事情到底怎么回事,还可控吗?万有才给弥小婉打了个电话,问问情况 正在处理,估计这是不好办,我建议你回来一趟,再大的事,也没有死人的事重要,毕竟那是三条人命,政府现在没有说法,到底怎么处理,谁背黑锅,不一定啊 弥小婉说道,我现在回去,去背黑锅吗? 万有才问道,你回来,还能争辩一下,你不回来,那才是等着背黑锅吧 弥小婉说道,这不是扯淡吗?我不再将读,再说了,这些拆迁的是我们企业的人吗?那不是胡扯吗? 万有才问道,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让你回来,你去找文继君,这是他招来的项目 他不会任由人把屎盆子扣在他招来的项目头上,我和他不熟,我和文刚也不熟 文刚那个样子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办?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弥小婉说道,万有才一时间没辞了,想了想,说道,好,我看看还有没有回去的航班 好,等你回来再说吧 弥小婉说道,尤文坤接到万有才的电话时都已经睡了,迷迷糊糊地听着是万有才的声音 这么晚了,你小子不睡觉,你干啥呢? 尤文坤问道,尤老师,明天的课我得请假,我得赶回江都,公司出事了,必须我回去处理 万有才说道,嗯,好,你回去吧,向班长或者是齐千千请个假就行,睡了 说完就挂了电话 万有才没想到这么顺利,尤文坤连问什么事都没问,这让万有才有些意外 万有才的第一堂课就缺席了,当他打给许一剑时,许一剑居然还没睡呢 许哥,我明天请假,我就不打给齐千千了,太晚了 但是你是班长,我必须要向你请假的,家里出了点事,我得回去,可能明天的课就来不及了 我已经向有老师请假了 好,需要帮忙吗? 许一剑问道,暂时不需要,如果需要的时候,我再联系您 万有才说道,那好,我可能过几天也去江都,到时候我们再联系吧 许一剑说道,就这样,万有才带着谭陵羽一起上了飞机,杨风林还要留下继续追踪尤文坤 其实现在万有才对尤文坤已经没多大关注了,既然证监会有人查他,自己再插一杠子干啥 但是杨风林闲得没事干,他愿意查就查吧 这世上的事情是不是很巧 万有才看着窗外一片漆黑,以及地面上城市的点点灯光 忽然间耳边传来这样熟悉的声音,抬头一看,居然是张璐璐 你怎么在这里? 万有才一愣,脱口而出道 废话,你做我们公司的航班,我不在这里我在哪? 张璐璐说道 这,这是你们航空公司吗? 万有才一直都在想江都的事情,根本没有在意这一点 小朋友,你吃点什么?告诉阿姨,我帮你拿 张璐璐对谭陵羽说道 我叫谭陵羽,我告诉过你了吧 谭陵羽撅嘴说道 我知道,想吃什么,随便点 张璐璐不理会万有才,霸气地对谭陵羽说道 火锅,有吗?谭陵羽说道 万有才扑斥一声,差点笑出来声来 要想和谭陵羽这小丫头掰扯 张璐璐估计也不是对手 火锅啊,阿姨到江都,请你吃最好的火锅好不好 飞机上是不许点火的,你吃点别的吧 张璐璐说道,因为是夜晚,头等仓只有万有才和谭陵羽 估计此时张璐璐很想谭陵羽消失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不能把他抱走吧 所以,万有才看着张璐璐那很想和万有才单独待会的样 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给你介绍个朋友 张璐璐趁着给万有才到咖啡的功夫 问道 什么朋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万有才故意问道 我有个姐妹,就在下面经济舱呢 现在呢,急需用钱,你可以趁机压架 张璐璐说道 万有才闻言不禁笑了 但是还有谭陵羽在身边 没好意思大声说 于是勾了勾手指头 示意她弯下腰,听自己对她耳语 张璐璐顺从地弯下腰 把耳朵送了上来 问道 你见尖着拉皮条吗? 张璐璐听后没有走 反倒是看了看机舱门 坐到了万有才的身边 小声说道 我这可是为你好 她呀,是遇到麻烦了 还借了我不少钱呢 你要是有本事 那可有的完了 什么意思? 万有才问道 她和我不一样 我不是你们江都的 她是江都的 我也就是听她说的 没有很细问 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吗? 也不好多问 我借给她三万 你给我的钱都给她了 张璐璐说道 万有才看向她 斜着眼看了看 问道 你还挺仗义呀 那么辛苦才赚了这么点钱 说借就借出去了 你就不怕她不还你 张璐璐闻言笑了 笑面如花 站了起来 机舱里的温度不低 她弯下腰时 万有才可以看到 她白皙的脖梗 向下延伸的地方 她很想仔细研究一下 但是用眼睛的余光 扫了一眼旁边 居然发现 谭玲宇正在死死地 盯着自己呢 在谭玲宇面前 调戏张璐璐的 确实不合适 我这不是给她介绍了你吗? 你这么大方 她还能还不起我的钱? 张璐璐说道 万有才一愣 不由地冷笑道 你可真会做买卖 怎么样 我给你介绍的那个人 你找她 她可以给你 找很多像我这样的大客户 说不定哪个大客户 就看上你了 到时候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呢 真的 那里 把电话给我吧 我要是想呢 我就去找她 张璐璐说道 女人真是善变 之前张璐璐还一直都强调 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只是偶尔看到合适的人才出手 现在又同意了 万有才在心里冷笑看了一下 果然是婊子无情 于是把周若琪的电话给了她 万有才本来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张璐璐走后 万有才就晕晕地睡了过去 毕竟已经是后半夜了 到江都 应该是快要天亮了 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 看到舱门口站着的 不是张璐璐了 而是另外一个女人 不管怎么说 虽然这个女人脸上 依旧是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可是万有才 还是能看出来 她眉宇间的那股淡淡的忧伤 和张璐璐的瓜子脸不同 这个女人是鹅蛋脸 但是不是那么丰满 倒是有几分古典美的意思 身高也比张璐璐要高一些 高跟鞋看起来还没张璐璐高呢 万有才睁眼看了看 就又闭上了眼 万有才看到 她几次想要迈不过来 但是又好像是在犹豫什么 最后 等到万有才闭上眼 想要再密一回了 她反而是走了过来 先生 有什么需要吗 空姐问道 万有才睁开眼看看她 说道 给我来瓶水吧 好 您稍等 空姐转身去拿水了 万有才看看旁边的潭淋雨 缩在座椅里睡得正香呢 还流着口水 万有才想要给她擦一下 但是想了想 还是算了 怕再把她给弄醒了 先生 您的水 空姐端过来一瓶水 递给了万有才 但是她并没有走 万有才看看她 指了指旁边的座位 说道 坐 你这么站着 我养得脖子疼 万有才本以为 她会像张露露那样 坐在旁边呢 没想到她没有 而是蹲下了 左膝弓着 右膝好像是要跪在地上了 但是又没有接触到地面 这是空姐的基本功 你是江都的 万有才问道 你 怎么知道 张露露说的就是你吧 万有才问道 空姐闻言 脸色一下子红了 其实就在张露露告诉她之后 张露露和她换了班 去服务经济舱了 当她来到头等舱后 一眼就看到了正在熟睡的万有才 但是她只敢站在舱门口 没赶过来 生怕把万有才吵醒了 对 是我 万有才拿出来自己的一张名片 说道 把你的电话写上 我到江都后 也许会联系你 万有才以为她会照做 但是没想到 这个空姐还挺有心机 看了看万有才的名片后 没有把名片还给万有才 而非是从自己的兜里 拿出来了一本便签纸 写了自己的电话和名字 递给了万有才 万有才看看她 带有些讽刺的意味 问道 你准备的倒是挺齐全的 时常给乘客留你的电话吗 她文言一愣 明白了万有才的意思了 脸色很不好看 但是她忍住了 说道 我服务的是经济舱 乘客很多 这个要这 那个要那 我怕自己记不住 所以就得写下来 然后给客人去拿东西 万总 我这个解释 您满意吗 万有才一愣 没想到这个叫郑亚伦的空姐 脾气还挺大 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她可能真的没做过这种事 这才感觉到受了屈辱 要是像张露露那样的人 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态度了 郑小姐 我是开个玩笑 何必当真呢 再有十几分钟就下飞机了 改天再联系吧 万有才笑笑 说道 郑亚伦点点头 强压着自己的怒气 走出了头等舱 万有才笑笑 看着手里的变迁值 正在玩味地看着呢 冷不防被旁边的一只手夺了过去 在万有才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给撕了个粉翠 扔到了旁边的座位上 万有才回过神来看着谭铃鱼 只见他裹了裹身上的毯子 说道 你行啊 去的时候勾一个 回来的时候再勾一个 你是配种的吗 这话说得很难听 但是万有才却说不出什么来 最重要的是 他不敢得罪谭铃鱼 这丫头要是嚷嚷起来 丢人的是自己 所以 在这里只能是忍着 自己光顾着感慨了 郑亚伦的电话 自己根本就没记住 这下好了 彻底没戏了 自己总不能再去问人家 要个电话吧 下飞机的时候 空姐们都拍在机舱门口 向乘客告别 万有才后面跟着谭铃鱼 当万有才走过去时 张露露向万有才使了个眼色 万有才装作没看见 走了过去 待万有才走过去之后 张露露问郑亚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电话给他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郑亚伦问道 哎哟 我可真是服了你 接下来还能怎么办 死缠烂打吗 你不让他吃到点甜头 能给你钱啊 再说了 他们这种人 一天到晚 身边能缺了女人吗 所以 你得抓住这个热乎禁 你这几天不是请假了吗 就在江都 好好待着 每天两个电话 上午一个 下午一个 他就是在忙 也总有时间的嘛 别忘了 他们可不是缺女人的男人 你要是不趁着这个热乎禁 过段时间再打电话 他可能都想不起你是谁来了 张露露说道 不得不说 张露露是个老手 对事情的分析 的确是很对 当万有才出了机场之后 倪小婉亲自来接的机 三人上了车 万有才 就把飞机上的那些事 都抛之脑后了 因为比起风花雪月来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才是关键 雨还没有停 但是已经不是很大了 万有才问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情况很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在故意引导 网上 已经有人在做文章了 说是一达集团的项目 催得紧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 没有谈好协议 就强拆的事情 倪小婉说道 哎呦 那得赶紧找人删帖 不然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 不能不重视 万有才说道 倪小婉点点头 说道 我知道 我已经向郎青海汇报了 他明天一早到江都 我没说你不在江都 我说你正在找关系处理这事呢 所以 你现在 现在太晚了 明天一早吧 给他回个电话 汇报一下事情的进展 汇报进展 能有啥进展 我告诉你 现在不是和死者家属 商量事情的时候 是要控制舆情 你明白吗 说白了 这种是不会在传统媒体上散发 是网络媒体 你们这么大公司 别告诉我 没有这些渠道 万有才问道 公司有公关部 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但是那也得有人可以谈 网络上的突发事件 他们没有人可以谈 所以 基本就是没任何主意 这是我和他们说过了 处理不了 倪小婉也很着急 不论怎么说 这是他负责的江都的项目 要是出了问题 郎青海肯定会找他算账的 那不行啊 现在这是看起来 是和我们没有关系 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还没接手土地 拆迁公司也不是我们派遣的 但是 如果网上的舆论指向了我们 那我们就完蛋了 政府也不会出来解释了 我们这个黑锅就背定了 三条人命 不是小事 到时候再去和人解释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没人信啊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车到酒店 万有才没有上去 对倪小婉和谭玲宇说道 你们先上去吧 我不上去了 我去找找人 车借我用一下 你去找谁 倪小婉问道 还没想好 到时候再说吧 万有才坐上了驾驶座 开车走了 看到万有才开车走远了 倪小婉问谭玲宇道 她去找谁了 谭玲宇不吭万有 才是不罢休 说道 嗯 她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空姐 肯定是去找那个骚 货了 不是吧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这些破事呢 倪小婉不信地问道 谭玲宇说道 她管你呢 你说的这事 真有这么严重吗 要不要通知诗 虚 倪小婉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谭玲宇事实地闭了嘴 一直到倪小婉的房间里 她都没再说话 这是告诉师傅了吗 师傅可是一直都对 一达集团很重视的 把你这个蝎子 安在那里这么多年 她可不希望 一达集团这个时候垮了 一达集团是上市公司 这是一旦和一达集团 扯上关系 股价肯定会暴跌 到时候 这些损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撑不住垮了 师傅可能会气死的 谭玲宇说道 以后在外面说话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让万有才知道 师傅还活着 倪小婉说道 嗯 我明白 对了 师傅的病有好转吗 好多了 藏医还是有些门道的 她说有效果 最关键的是 那里空气好 很利于她养病 但是那里太冷了 在冬天来到之前 就得撤下来 否则 那里的温度 她实在是受不了 倪小婉说道 可是 我想去她身边伺候她 谭玲宇落寞地说道 不行 你要是失踪了 就会有人怀疑到 她还活着 我们的对手都不是傻子 你明白吗 倪小婉问道 谭玲宇这次 还真是冤枉了万有才了 她到了半山别墅时 天都亮了 没办法 既然自己也是个有组织的人了 有事就得找组织 不然这组织白入了 现在天气暖和了 天亮的也早了 隔禁山气的也早了很多 看到万有才的车进来 她在露台上停止了打拳的动作 伸手拿起毛巾擦了一把汗 看着万有才紧急地登上了露台 你不是在深圳吗 怎么回来了 隔禁山问道 一达集团出事了 我不能不回来 万有才低声说道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隔禁山一愣 问道 万有才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下 隔禁山抬头看看还阴沉的天 说道 现在这雨看起来是停了 但是可能也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啊 万有才看看天 没搭话 他也知道 隔禁山这话不是和他说的 师父 我来这里 一个是告诉你这件事 二来呢 是想问问 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对付这种舆情 就得是网络专业人士 他们懂得怎么操作 今天还是交易日 一旦这是爆出去 义达集团的股价有可能波动 政府不知道是个什么态度 万有才说道 你不是和文继君的儿子关系还可以吗 你去找他探听一下消息 网络的是我来处理 我们有的是这方面的人 这你放心吧 隔禁山说道 万有才看看手机 说道 行 我待会去找文刚问问 另外 我和那个许一剑搭上了 这个老滑头很狡猾 他过几天要来江都 去白山 你还见一见他吗 去白山 干什么 格锦山问道 去看一个高科技企业 是关于新能源汽车的 万有才说道 哦 到时候再说吧 见语不见意义不大 只要是你能和他搞好了关系 我相信问题不大 他在江都也应该是有人的 就是不知道是谁 所以 绝门的这个人 你要好好地和他搭上这层关系 对你 对我们伙门都是意义重大 毕竟 权力这东西不是谁都可以驾驭的 隔禁山叹口气说道 但是 这个人真的不是很好交往 狡猾得很 我怕我不是他的对手 万有才说道 你现在不要想着对付他 而是要想着怎么和他交往 交往的时间长了 你总能找到这个人的弱点在哪里吧 与人交往 千万不要把别人当作是你的对手 当然了 我说的是开始的时候 开始时 都要真心地和对方去交往 慢慢地 你就能知道 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这样 你才能摸到对方的死穴在哪里 隔禁山对万有才教诲道 万有才虽然面有难色 但还是答应了 对于隔禁山说的这些事 万有才理解起来不难 但是真要是按照他说的这些去做 那就太难了 万有才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 他不会按照设计好的台本去走 所以 隔禁山教给他的这些方法 他只能是慢慢琢磨 到最后 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慢慢去实施 这样虽然慢 但是却可以不让人怀疑 当一种谋略 深入到一个人的性格时 那么这一切看起来 都像是一个人真实的意图表达 这就很危险了 万有才 就是在慢慢变成这样一个人 这很像是一个恋剑的人 做到人剑合一很难 一旦做到了 就无敌了 嗯 我懂了 师父 对了 我接到消息 郎庆海今天会来江都 可能会去见那些当官的朋友 你还见不见郎庆海 万有才问道 隔禁山想了一下 说道 看看再说吧 他来见我 那就见 他不来见我 那就算了 我明白了 那我先走了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嗯 对了 你抽个时间和程友志联系一下 他女儿说了好几次了 想要回去 暂时也不会发病了 问问什么时候来接他走吧 在这里也没多大意义 扎针也不是每天都扎针 现在一周一次也差不多了 要可以带回去吃 葛锦山说道 那好 我待会就和他联系 万有才说道 出了门 万有才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先是给文刚打电话 但是这家伙 居然不接自己的电话 看看时间已经七点多了 可能还没启程呢 但是 就在他一直打电话的空隙 居然还进来了一个电话呢 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 哪位 万有才问道 哦 你 你好 我是郑亚伦 你还记得吗 在飞机上 哦 你好 你 有事 万有才问道 我 我没事 郑亚伦还是说不出来 他不是张璐璐 所以 在这件事上 还是有犹豫的 喂 作为男人 你主动点好吧 我要不是要值班 我就监督着你们上床了 怎么着 你是看不上他呢 还是没忘了我啊 张璐璐见证亚伦那矫情的样子 实在是忍不住了 居然把他的手机抢了过去 一口气把万有才喷了一顿 哎呦 你还没走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刚刚从深圳回来 就是因为有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 我可能没时间 所以 这是以后再说吧 好吧 我再等一个电话 回头再聊 说完 万有才就挂了电话 接着给文刚打电话 居然挂了 张璐璐拿着手机 看了看 确实是挂了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是不靠谱 我也实在是做不来这事 真的 郑亚伦说道 那好 你干净纯洁 行了吧 那你回去和床上躺的那人离婚吧 离了婚你 也就没有这个义务了 你下定决心了吗 张璐璐小声说道 行了 别说了 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郑亚伦说道 行 可以 我告诉你 那些钱都是他一晚上给我的 郑亚伦 你想想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还剩下什么了 房子卖了吧 欠了一批股债吧 我的钱可以不要 但是你借的别人的钱呢 到时候债主上门讨债时 可就不是我这样子了 所以 你现在除了你的身体 你什么都不剩了 你还想维持着他的生命 加入你现在放弃了 那很好 你就算是还了债 你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好容易给你找了个这样的 你不讨厌他吧 张璐璐问道 人还可以 但是这事我想起来就 郑亚伦没说下去 又怕张璐璐说他假清高 行了你 得了吧 我问你 昨天是不是又被机长老刘摸了屁股了 张璐璐问道 郑亚伦睁大了眼睛 问道 你怎么知道 哎 他盯上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看呢 你早晚会被他吃了 但是呢 你还拿不到钱 吃了也是白吃 哪像这个土豪 你这个身材和样貌 还是可以的 虽然没我漂亮吧 但是也有一番味道 所以 有想要的 就得赶紧出手 不然的话 过了这村就没这点了 这年头 好男人都死绝了 我只是找那种相对好点的 你还在这里纠结 在打电话 时间一长 他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了 张璐璐说道 昨晚米小婉去接了万有才 今天上午又去接了郎庆海 郎庆海的警惕性很高 他也看到了网上的报道 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 这是一达集团的项目 这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效果已经很明显了 虽然电视和报纸新闻还没报道 通常来说 这些媒体是可以控制的 至少你要是还想干下去 就得闭嘴装作不知道这事 报道一些歌舞升平的事就可以了 但是网络媒体却是不可控制的 一旦一件事在网络上蔓延开来 即便是最后得到了控制 但是造成的影响 已经是不可估量了 不要说是真实发生的事 即便是谣言 都可能将一个企业击垮 所以 郎庆海很紧张 现在公司里的事情 郎文杰可以初步掌握起来 不大用自己操心了 但是将都的项目既然要做 就要把这件事做好 一旦这件事 真的砸在了一达集团的头上 那一达集团就会很被动 如果再闹出了群体性事件 那就更加不是小事了 万有才呢 郎庆海问道 他去找文刚了 想了解一下政府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 政府不会主动地 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这样一来 谁才是责任方 一目了然了 对吧 我的意见是 召开记者招待会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明白了 今天是周五 开盘后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很明显 如果不趁着周末这几天 我们做足文章解释清楚 那股价的暴跌不可避免 一旦跌下去 再想上来 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倪小婉说道 郎庆海也明白 倪小婉说得没错 但是自己作为 一达集团的当家人 这是还得从长计议 一旦自己开了记者会 那就等于是把责任推出去了 可是这责任到底是谁的 总得有个出来背锅的吧 要是让一达集团出来背锅 损失不可估量 市值不知道会蒸发多少呢 董事长 这是还能犹豫吗 市委书记仲华 今天要召开这次事故的说明会 他到底会说什么 很难说 但是我想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可能性很大 这样一来 如果社会各界都猜到 这责任是一达集团的 那一达集团就惨了 不但将都这个项目 都可能做不下去 还可能会带来一连串的后果 包括股价波动 倪小婉说道 但是召开这个记者会 我们要不要和江都市这边协商一下 探探口风 别把事情搞砸了 郎庆海说道 可以 这没问题 我是说 一旦万一江都市开会说明的结果是 冲着我们去的 即便是不明说 只要是暧昧那么一下 这个锅 我们背定了 到那个时候 你再去开记者会 还能解释清楚 到那个时候 你说什么都不是 解释不清楚了 倪小婉说道 郎庆海很为难 沉思不语 万有才一直都在给文刚打电话 到最后 总算是打通了 一听就是还没睡醒呢 喂 哪位呀 这么早 我是万有才 出事了 你在哪 我去找你 万有才问道 万有才 万 你找我啥事 这大清早的 我昨晚睡得很晚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文刚说道 明天就晚了 我在江都呢 出人命了 找你说说这事 万有才说道 文刚一听出人命了 醒了大半 问道 什么意思 哪里出人命了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还是说 你在哪里吧 我去见你 万有才说道 文刚无奈 只能是告诉了他自己的位置 等他上门 撂下电话 文刚推了推身边的女人 说道 快起来走人 快点 我这里要来客人了 女人翻了个身不想走 但是被文刚一巴掌打在了屁股上 这才不情愿地坐了起来 浑身光着去洗澡了 万有才上楼时 从电梯里走出来一个女人 身上还有洗发水的味道 当然他不知道 那是从文刚的房间里出来的女人 你不是说 你家老爷子 不许你在外过夜吗 怎么 昨晚例外啊 万有才进了套房 看到屋里乱七八糟的 就知道昨晚这里一定是有女人 看什么看 这几天不想在家里住 所以出来玩玩 说 啥事 我困着呢 文刚说道 万有才摇摇头 拿出了手机 说道 你看看这个 文刚接过去手机看了半天 说道 这有啥 拆迁吗 还有不出事的 再说了 这是看上去也没毛病啊 毛病大了 这个项目是我们义达集团的不错 但是这块地还没交给我们呢 上面的拆迁还没完 我们也没接收的 他们拆迁死了人 这是要把屎盆子 扣在我们义达集团头上了 万有才问道 文刚文言笑了 拿出烟扔给了万有才一支 说道 看把你激动的 这有啥稀奇的 这个项目都知道 是你们义达集团的 但是这个项目还没交付 有几个人知道 所以 网上既然这么说 政府才不去解释呢 只要是不把矛头对准他们就可以了 再说了 这些事 都是出来时群情激愤 过不了几天 这事就慢慢淡下去了 谁还会记得这事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 每天都有很多新闻发生 过去半年 谁还会记得这事 关键是赔偿到位 只要是赔偿到位了 家属不闹了 这事就好解决 你说得轻巧 三个人 得几百万吧 这钱谁出 万有才问道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对了 这事 你还是汇报 给你老丈人吧 这事 你做不了主 再说了 话没说完 就被万有才伸手制止了 说道 我来找你不是别的意思 我是想让你回家问问 你们家老爷子 这是该乍办 毕竟 义达集团 可是你家老爷子招来的 但是现在 处理这事的是仲华 没什么不合适吧 你和那个仲华 能说得上话吗 哎 这事啊 我劝你还是不要再给我家老爷子 添麻烦了 这是他不好出头 毕竟是死了人吗 谁都不想惹这个麻烦吗 文刚说道 哎 这是你家老爷子可不能不管 怎么着 你家老爷子和仲华不合吗 说句话总可以吧 我们现在不是要你们说多少好话 就是别给我栽赃就可以 实事求是 屁个谣 说这土地还没和义达集团办交接呢 不就完了吗 万有才问道 文刚笑笑 说道 这事啊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再说了 无论网上怎么传 问题是出了吧 人是死了吧 这项目是你们义达集团的项目吧 这都没问题 你还能解释什么 万有才倒是被文刚一下子给问住了 想了想 说道 哎 你这意思是文省长也不管了是吧 他没说不管 我这不是 哎 文绍 我可告诉你 我来找你 就是想让你给你们家老爷子带个话 这话你带还是不带 万有才问道 好好 我带行了吧 我待会就回去 帮你带话 你放心 义达集团是大企业 我爸他们请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不管这事呢 文刚说道 万有才从文刚所住的酒店里出来 抬头又看了看楼上 想了想文刚那态度 觉得这小子怎么那么不靠谱呢 万一他要是不回去告诉文继君呢 这是又该乍办 不是耽误了吗 万有才刚刚给干净打完了电话 想让干净带着自己去省委大院找一下文继君 当面向文继君汇报呢 但是这个时候 米小婉的电话进来了 喂 什么事 我刚刚见完了文刚 这家伙看上去不想帮忙 万有才说道 我知道了 你回来吧 董事长从北京过来了 来处理这事呢 在我住的酒店里 你快点过来 米小婉说道 打完了电话米小婉看向郎庆海 说道 他刚刚去找了文刚 但是这个华头不想帮忙 遇到这种事 有几个愿意出头的 郎庆海问道 和仲华那边能联系上吗 米小婉摇摇头 说道 我也是刚刚到这里来 市委市政府的关系 都还没捋顺呢 万有才也在努力办这些事 但是进展不大 现在这些人都很小心了 没有以前好做了 嗯 大环境就这样 胆子都变小了 谁也不想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尤其是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人 更是如此 对了 万有才的表现怎么样 郎庆海问道 还行吧 你亲自点的酱 还能错了 米小婉故作不满地说道 郎庆海文言微微一笑 说道 你就不要吃醋了 你也知道 文杰那丫头 对这个万有才很是看重 我也是没办法采用他的吗 我也知道 这里主要 还是要靠你 你来了这里 我就放心了 你不来 单单是他自己 我是绝对不会放心的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还让你闺女 在公司里胡作非为 我还告诉你 你再也不能让他这么胡闹下去了 有好几个为一达集团 出过力的老员工 都被他辞了 再这样下去 会含了大家的心的 虽然他们都是我提拔上来的 但是我都离开总部了 还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这有多大意思 他有这么害怕我吗 倪小婉问道 你说什么 有这事 郎庆海吃惊地问道 看着郎庆海的表演 倪小婉心里感觉到一阵恶心 这些员工离职之前 都给郎庆海发过邮件 郎庆海是每天都要看三次邮件的 早晚个一次 中午午睡前还要看一次 可以说回复还是很快的 他说自己不知道 怎么可能呢 你就是为自己 或者是为了郎文杰辩解一下 倪小婉都不会很生气 他意识到了 郎庆海现在开始和他玩心眼了 你真的不知道 倪小婉问道 郎庆海摇头叹息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回去一定问问文杰 这些人离职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倪小婉坐在一旁 离郎庆海有些远 郎庆海也感觉到这种疏离了 也没有勉强 因为此时倪小婉还要替他做事 所以 有些时候 他对他也是很宽松 并不像是真正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那样 对于郎庆海的推诿 倪小婉彻底死心了 他也看出来了 郎庆海对他的迁就和宠爱早就是过去事了 所以 心一下子就量了半截 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没能得到他的心 万有才没去找干净 只是约了个时间见面 他想等到见了郎庆海和弥小婉他们再说 毕竟郎庆海既然来了 自己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也不用自己做主了 董事长和弥总呢 万有才到了弥小婉所住的酒店 在走廊里看到了郎庆海的保镖和关琳娜 万有才问道 在里面谈事呢 万总抽个时间喝个茶吧 我有些事想和你谈谈 关琳娜说道 万有才闻言停住了脚步 问道 你找我谈 还是弥总找我谈 什么事 一点私事 万总 能不能给这个面子 关琳娜看着万有才 笑面如花 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关琳娜这双眼实在是太妖了 万有才感觉自己多看一会就能陷进去似的 这个 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还有事 没时间 万有才说道 我不会耽误万总很长时间 我只是听你总说 你的手很厉害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 关琳娜靠近了万有才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万有才闻言一愣 直直地盯着他 说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万有才以为 你小婉把自己和他的爱 妹都告诉这位叫关琳娜的女人了 所以吓了一跳 本能地含了脸 没什么意思 只是我也会点你手上的功夫而已 想和你切磋一下 看看谁厉害 关琳娜微笑着说道 万有才一下子懂了 没错 米小婉是把自己和她的爱 妹关系告诉这个关琳娜了 只是不知道 米小婉和这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种事 怎么能随便说呢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扳手腕吗 这个我倒是很在行 如果时间合适的话 我们是可以较量一下 万有才冷冷地说道 说完 万有才敲响了米小婉的房门 这边是两个人 这边是一堵里的房子 还是一堵里的房子